Hello,大家好,我是鱼肉 这期视频没有标题的 真的就是刚交了学费就想回家 前两天还给我爷打电话试探的问一下 爷,那个,我说如果啊 就如果这博士挺难的 到时候两三年读不出歌 所以然来,我能回家吗 也挺好笑的 现在开始给家里打一方针了 一个月前还在开心的和各位老铁们分享 我顺利的拿到了母校清大的博士班录取 还是第一志愿 这个一个月时间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竟然出此狂言 然后有这样的想法,大胆的想法 大胆狗贼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咱都说事出必有因 那今天就分享一下我这个想法的转换 或者说心态的转换那个原因吧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鱼肉期待的博士生活 真实的样貌是什么样的 我的老师呢,非常认真负责 在没有开学的时候 8月份就让我进到了研究室 把更好的资源和学习时间给到了我 让我去跟大家学习 进到了研究室以后 发现我自己的能力和大家真的差了很多 学写发文的速度 和我读paper的速度 还有发文的速度 完全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平台 甚至十万八千里 大家是用飞的进度再往前走 而我是用爬的进度往前行 这样就让我有一种冒充者综合症的感觉 我就在这个期间我就会反思 扪心自问我适合在这里吗 我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吗 我会不会给大家拖后腿 拖慢了整体研究室的一个进度 我真的很焦虑 晚上就回来也会在想这件事情 那我又是一个很认真用力生活的人 我发现自己能力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我奶奶从小教育我的话 就是笨鸟先飞 所以我就会把在研究室 两天研究室读的东西拿回家来读 就比如我现在身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除了iPad啊 就是这些文章 我都会像小学生做笔记一样 画的画画绿绿的 但是我发现笨鸟先飞再早飞 可能也赶不上别人 就是老师前阵子在研究室 问了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其实我也有读一些paper 也有看一些学者对这个概念的一个阐释 但是老师真问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嘴被焦条封住了 我完全说不出所以然 回来以后我对自己又特别失望 那就是加上前面的感觉到自己能力的问题 那后续呢又是用时间来填补 能力加时间我都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追上大家的进度的时候 我就觉得力气都使完了 再加上我是一个就是 生理和心理我觉得连接的非常紧密的人 当我心里出现很强烈的焦虑和不安的时候 我就睡觉睡不好 睡觉睡不好第二天我去研究室的时候就会头疼 就去研究室的前一天就睡不好 再去到研究室的时候脑子就疼 脑子就疼 我又不想耽误自己的一个读书的一个进度 我就会疯狂的喝咖啡 一天喝三杯四杯都没准 从早上起来开始喝 在研究室开始喝 喝到现在就是多了一个毛病 胃疼 我太难了 就是心理引发了生理上的一些疼痛 导致我看东西的速度更加被拖慢了 没有提高反而又降了一些百分比 这个就是不断的在失血 没有办法给自己很好的用正确的方法补血 刚刚呢分享的是我在进入博士班一个月以来的一些不快乐 学习上的不快乐 其实作为一个学生学习搞不好 生活也会一段糟 你看我比较喜欢录视频分享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最近的视频也有脱羹 我喜欢在IJ上分享自己的限动 但是也分享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然后老铁们给我发的私信 我也没有几时回复 也收到了一些老铁的抱怨 就是你每次都在视频结尾说 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你为什么不回复 希望大家可以预露一些包容吧 就是现在真的分身乏术 没有办法 所有都做好 我也很愧疚很内疚 今天分享就是这个读博士的一些困境 一些困难 不是说像网络上的那些视频 再劝退大家读博士 我的个体现象不代表博士整个群体的学习现状 那我的能力有问题 博士难读也是实然的一个事实 就是尤其是台湾的博士 谁在说台湾的博士简单的话 我真的要跟他去距离力争 去拼命真的不好读 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还是希望能够积极的解决问题 这样以后的话 人生中再遇到其他的问题 都会微笑的去面对 所以如果你也有读博士的打算 就坚定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要因为我来改变你的想法 那就分享这些视频呢 也想向屏幕前富有智慧的老铁 来请教一下 我接下来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 来去快点度过这个适应期 让我快速的跟上博班读书的进度 让我平衡好我所热爱的生活 和我要做的学习之间的一个比重 对 还有要做哪些取舍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议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分享 鱼肉日后有一天 博士若能顺利毕业 那我的博士学位 定有老铁们的一份功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喜欢鱼肉记得点点订阅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